台湾有一个老妈妈活了111岁 这个老人叫陈春 她有一句话说给我们听 说一件事情想通了就是天堂 一件事情想不通你就在地狱 她说既然要活着就要好好地活呀 人有些事情引来了很多的烦恼和麻烦 其实这些烦恼完全取决于 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待和处理 如果你能随缘宽容别人 你自己心会很放得下 如果你把他看得很恶对方 你会生气会难过 你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忧伤 这次我在加拿大红发的时候 一位老人家告诉我 他说台长我的先生走的那一天 第二天一个晚上我整个头发都白了 我告诉他你就像五子虚过关一样 他告诉我真的过去看戏 说五子虚要过关过不了关 自己一个晚上急了全部头发和胡子都白了 现在真的有这么个事情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要着急 既然来到人间 既然有事情发生 你就有对付他的方法 这叫既来之则安之 伯法界讲的就是有烦恼来的时候 你就有智慧产生 这就叫烦恼基菩提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